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美食,红烧鲍鱼的做法 这是两条宰杀处理干净的鲍鱼 宰杀完单个重量的一斤三两一个 首先在鲍鱼的背上划一次划刀 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在烧制鲍鱼时能更好的入味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辅料 蒜子40克 生姜片30克 大葱白30克 八角两粒 食材准备完毕,下面开始制作 下面给大家分享煎鱼不掉皮的方法 起锅烧热,下入少许的植物油 一定要热锅凉油,把锅底滑一遍 在我们这一行叫溜锅 溜锅能起到的作用是 在煎东西或者滑油时能防止原材料粘锅底 锅中油温达到7成热 撒入少量的食盐 下入鲍鱼,煎至两面金黄即可 在这里给朋友们说一下为什么要撒入少许的食盐 大家在生活中肯定遇到我煎鱼特别容易掉皮 有的鱼煎出来两面皮全掉完了 撒入少许的食盐能减少鱼皮和锅底亲密的接触 溜锅的手法加入撒入食盐的手段 双重保障煎出来的鱼皮更加的完整 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煎鱼的小技巧 溜完锅以后用一片生姜在锅底擦洗一遍 这样在锅底的表面会形成一个保护膜 这个保护膜起到的作用就是 煎鱼是以防止鱼皮和锅底粘锅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鱼皮为什么煎至两面金黄色 主要分为三点 第一,煎鱼这个步骤能有效的去除鱼的腥味 第二,两面煎至金黄色 烧出来的鱼颜色比较美观 第三,鱼皮煎至金黄色 在鱼皮的表皮会产生一种焦香味 总结一下就是去腥增色增香 两条鱼煎好了下面开始烧制 锅中加入少许的植物油 下入八角两粒 在这里给朋友们说一下 八角一定要炸至变色 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八角的香味 下入葱姜蒜一块炒香 一定要把葱姜蒜完全的炒至微黄色 这样烧出来的鱼的味道比较浓郁 烹入生抽酱油50克 烹制酱油时锅要热顺着锅边烹入 烹入料酒50克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水的位置以摸过鲲鱼即可 烧鱼时一定要注意火候 千万不要中足加水 调好的汤汁一次性炖好收汁 下入老抽三克调色 在烧鱼时老抽的颜色不要太重 最后出锅装排时颜色不够 还可以再进行添加 下入精盐5克 下入鸡粉5克 下入白糖3克 有的朋友会问厨师做菜 为什么喜欢放白糖 因为白糖有提鲜的作用 下入胡椒粉2克 胡椒粉有很好的去腥增香的效果 下入米醋30克 醋的作用是去腥增香增加符合味 盖上锅盖小火焖至15分钟 一定要注意火候 以免汤汁烧干糊锅 时间到以后打开锅盖 把鲲鱼装盘 煮火时动作一定要轻柔一些 别把鱼肉弄碎了 把八角葱姜蒜捞出 大火收汁勾入少许芡汁 把勾好的芡汁均匀的淋在鱼身上即可 此菜要求芡汁透亮色泽红润 撒上少许的小葱花点缀颜色 一道非常美味的红烧鲲鱼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技术总结 第一,宰杀鲲鱼是一定要把鲲鱼腹部的黑膜去除干净 因为黑膜的细菌比较多 第二,煎制鲲鱼是视频里介绍了两种技巧 任选其一即可 一定要把鱼皮两面煎制金黄色 第三,炒至八角葱姜蒜时一定要炒到火候 充分发挥原材料的香味 第四,烧鱼是一定要注意火候 不然鱼没烧熟,汤汁烧干糊锅 切记不要中途加水 这样会影响出品的口味 要一次性成菜 红烧鲲鱼的技术总结完毕